台股在经过1000点的急跌修正之后 V型反转 投资人如果撑不住停损持股 就会一卖就喷了 但其实有很多股票 一旦出现了反转形态 就一定会暴涨 今天李建民分析师 要来教你用两招立即判定 你手中的股票到底是该进还是该出 掌握关键的转折点 让你神进出 请锁定今天股市的炒店 千万不要错过 股市的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外 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李建民分析师 老师你好 诗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我看到你的口罩就想起蓝蓝的天 蓝蓝的天拜拜李宇的歌 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是因为老师上次来的时候 有告诉大家说 那个时候台积电比较走低 但老师说千万不要随便放弃 那个时候我觉得去杀地没有必要 反正应该把握中长期的买点 是那个时候台积电的价位大约是在570块左右 但是后来台股的上涨很大一个部分 我们要很感谢台积电一路的全职股 拉台的台股 蹦蹦蹦往上涨了 所以那个时候台积电我记得是网友QA问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来请教的话 也非常欢迎可以在我们股市热炒店的留言板下面留言 任何有关于台积电联电或者是元金环球金等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尽量问 尽量问老师都会尽量来回答大家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内容 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台股是小跌了16点 但是全职股都没有动 但全家量大幅的增加了 台股是否会补量再攻呢 还有中小型股今天表现很亮眼 全面的上涨攻占 非常的恭喜投资朋友 以及李建民老师要来教你反转导致作的操作 发含了两种反转模式 一个是导转反转 一个是V型反转 教你学会掌握关键的转折点可以神进出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台股今天开在平盘 在平盘附近震荡 最终是下跌了16点 跌幅是0.09% 收盘收在了17473点 看到在连续7天的上涨之后 今天是小跌的 但还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V型反转的形态吗 这等会要请老师来告诉大家 而今天成交量则是增加到了3602亿 贯买指数的部分 大盘算是跌 但贵买是涨 还涨很多 涨了1.13% 成交量也增加到了888亿 恭喜我们中小型的电子股 今天表现得非常亮眼 另外看到的是呢 我们今天大盘的部分要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老师就像我刚刚讲的 今天台股虽然小跌16点 但是根据我们制作人还有整个团队的统计 上涨的加速680加 下跌只有300多加 这差了将近一倍左右 但是台股整体却是小跌的 那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状况 这还符合您讲的V型反转吗 那个我记得上次在录影的时候 大概是8月18号 结果这一波大盘的低点是差两天 在8月20号 那么到了今天盘中最高 17503点的话 已经飙涨1255点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会针对大盘的一个反转形态 去帮大家去解析 为什么这一波是金金掌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话呢 如果你在一个关键转折点 你能够做对动作 那不得了 这个钱啊 真的是数都数不完 对不对 那上次特别强调台积电 为什么这一波 能够领先大盘再创新高 其实跟他在上个礼拜 调高金元代工的价格呢 有很直接的关系 真的老大不动 下面的小弟就不敢动 老大一喊声大家跟着涨 不过他是调整这个所谓呢 比较那种长期性的这个 他是属于比较调涨这个 不是先进制程的部分 成熟制程 对 那为什么他会调涨成熟制程呢 因为 照理来讲应该会反过来讲 就是要把这个最赚钱的一个 代工的价格要调高 那就是说他有一个 比较这个照顾一些 比较忠实的一些客户 所以不希望造成他们的一个 成本上的一个压力 因为现在有这个 overbooking的一个问题 就是重复下单 那当然他针对这个短单的话呢 他就会把他的价格呢 稍微调的比较高 大概10到15个percent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这一波 就赶快追上一个 连电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那我认为的话呢 如果台积电能够持续的 往上创新高的话呢 对于台股的一个后市呢 会最值得一个帮助 好 所以老师你看好 这一路台股的大盘哦 因为我们等会会讲解 到底什么叫做V型反转 但是先帮我们大胆的预言一下 台股有可能明天 会再一路的往上攻吗 还是接下来会遇到压力区 事实上昨天 MACI的一个季度调整 所以在昨天最后一笔 神来一次笔 让这个指数呢 快速的一个拉升 涨了97点 那大家觉得奇怪 今天为什么是带量 继续的往上啊 这种感觉 那为什么呢 到最后反而是收黑 就像思伟刚刚讲的 就是今天主要是压抑一个全职股 而且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是什么 拉中小型的电子股 然后呢去调节航运股 真的老师 这是我们看到下一张贵买的地方了 老师您看到贵买哦 今天真的是整个 喷出一根红K超明显的 而且下面的量有跟着上来哦 800多亿耶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说的 今天全职股 虽然比较没什么表现 但中小型股表现很好 对不对 实际上你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贵买指数今天是继续的创高 那么通常是属于一个内资的杰柱 那通常如果外资或是投信啊 这些三大法案的进出呢 通常是以上市集中市场为主 那换句话说的话呢 这个特定的主力啊 把这个资金啊 转移到什么 上贵 所以为什么今天那我针对上柜的几档机油电子股呢 帮各位做一个解析这样 好那老师还有机会再涨上去吗 投资朋友最想问的是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指数涨跌啊不是这么重要 如果你能够正确选股才是王道 你是说不要指数涨了你的股票都没涨 重点是你的股票要涨才可以啊 像二月份的话呢 大家就觉得这个叫拉机盘啊 不是垃圾盘 是拉台积电啊 台积电的高点是在670几块 那时候奇怪指数一直创新高 可是呢投资朋友呢 无感啊没有这么特别的感觉 那现在呢 好像感觉是这个台积电跟联电 先带头冲 然后现在他稍微台积电先休息的话呢 可能这个中小型的一个电子股的话呢 就比较有一个表现的空间 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贵买指数是冲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呢 非常神奇 今天呢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170亿 尤其是外资呢 哦今年破天花 外资已经是连续四天的买超了 而且买超幅度都超过100亿 今天外资呢买超是145亿 老师这是很罕见的对不对 今年以来 其实啊在之前啊 在上个礼拜五之前啊 外资通常是一天买一天卖 所以像师伟刚刚讲了 台积这个外资的话呢 连续四天是大买台股 每天都超过100亿 那么我们有时候统计啊 四天已经大幅买超台股的780亿啊 来势汹汹 那很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认错积极回补的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那道歉的动作 跟台股受的投资朋友道歉啊 但是这今年以来比较含尽一点点 对因为这一波这个快速回延修正呢 也是因为外资啊大幅的做一个调节啊 所以如果外资啊认错回补的话 这个行情是愈小不易 哦行情有可能会继续看好了哦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外资的买卖超部分呢 包含有联电大同新光金国泰金以及中信金啊 都是大型的全职股 另外卖超部分呢很有趣 则是玉山金长荣台气银杨明华 以及没有列在盘榜当中的万海 今天呢外资是卖超了跌幅超过5%的航运股 航海王的朋友不要哭哭 那来看到投信买卖超的部分 投信买卖超呢买超是熟悉的老面孔了 包含投信也跟着外资连续买了好几天的联电 中钢金像电联帽跟大成钢 而卖超部分呢 投信今天也是卖了长荣阳明跟万海 还有友达跟群创 他卖超部分是重灾区耶 完全符合刚刚老师所讲的部分了 好那到底老师今天要来告诉我们的是 反转形态有哪两种呢 来看一下今天主题 反转导致操作 要来告诉你这两招的制胜点 让你在台股反转的时候 掌握关键转折才能够赚宝宝 跟着老师一起神进出 我们先稍微实习一下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好来看一下今天李建民老师带来的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的是反转导致操作的方法 我们常常在说台股要V型反转 反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怎么样在反转的过程当中 掌握那关键的转折点才能真的赚到钱 要有请李建民老师来告诉大家了 有请老师 在上次的教学呢 教给大家头肩底啊 反转形态 对 那当然话呢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反转啊 因为通常啊 要赚大钱的关键 就是关键转折点 能不能够做对动作 是 所以今天啊 特地呢 我把这个 等于是啊 这个呕心力写之错 传授给各位 老师多年来的功夫的秘籍 首先我们现在讲的是导转反转 这个导转反转 事实上呢 大盘跟个股都适用 所以再提升各位的 到另一个境界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大盘的话 待会呢 第二种反转形态的话呢 就跟大盘是息息相关了 对 你先看一下这个导转反转啊 你看在左边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向上的导转反转 什么叫做向上的导转反转啊 就是说它原先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对 那大家都希望了去这个 来找这个转折的一个买点嘛 就是说可能去 希望能够找来一个相对低档 然后呢 去布局多单 然后能够赚取一个超额的利润啊 对 所以我们就要去 寻找说 什么时候呢 会出现这个空头的一个走势啊 反转成一个多头走势 是 你看在左边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它会 通常是一个黑黑棒的下跌嘛 通常 跳空往下跌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大家的信心很脆弱 对 那可能是 不管是呢 可能全球的疫情呢 Data病毒肆虐嘛 或者说呢 美国的话呢 之前有这个 属于鹰派的一个说法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这个 比较悲观一点 一时的信心溃散 对 它就跳空往下跌 就跳空往下了 但是因为呢 这个股市啊 是被有心人士来掌控的 一定有人先知道 后面呢 可能有好消息 所以呢 你看这边 在右边的话呢 出现一个 这个红黑棒之后的话呢 它形成一个 向上的一个 跳空的缺口 马上再补偿回去 那如果更强的话呢 它可能只有一根的一个什么 一根的这个红黑棒 然后直接跳空往上 不需要那个 可能连续两根的黑黑棒 好 老师重点 这边是三天之内 要把那个跳空的缺口 不管是往下跳或往上跳 都要赶快站回去才行 对不对 不是 就是说 它不能够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你看如果是反转向上的话呢 通常你就观察这个右边的部分嘛 那这个向上跳空缺口 是属于一个对称的 对 那如果这个跳空缺口啊 在这个三天之内啊 不被完全回补的话呢 就确立 哦 好像不需要说这个量能的确认哦 它只要这个 形态学的一个确认就可以了 所以向上是这样子 对 那右边的话就是向下的一个导状繁传 相对来讲 它可能在长到一个极致的 在末生段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出现在那个形态 它就是跳空往上之后的话呢 右边的话呢 就跳空往下 然后它就是说这个三天之内 如果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呢 不被封闭的话呢 它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油多翻空的趋势 那那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卖股票 甚至呢 可以做这个避险放空 先逃命掉紧 对 好我们看一下项明老师举的例子 先来看到的是最近呢 在这两天在台股上面 很引起旋风的川伟 川伟是个向上导转的反转形态啊 然后它是做这个高速传输IC设计公司啊 也是做这个USB的控制IC啊 你看在这个8月30号呢 你看所以我刚刚是说 如果只有一根的K棒之后呢 右边马上跳空往上 你看这个右边出现一个 8月30号呢 出现一个向上跳空缺口 这就是很明显 很标准的导转反转的形态 向上 那这样的话呢 你看连续三天的一个狂飙大涨 今天的话呢 也是守住掌灵板 那当然从基本面的话呢 它也是相当的优异啊 它在7月哦 单单一个月的EPS呢 高达0.56 比第一季啊 你看一季是几个月 三个月嘛 一个月的获利呢 超过三个月的获利 你看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 为什么呢 你看从技术面呢 它就你先转强 那甚至说 可能将来的一个法人啊 或者说呢 中石库的话呢 都会积极的去一个抢进 而且你看 是呈现一个量缩 然后所掌灵板 我认为呢 后市呢 仍然相当有可为 好 这是创围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跟台股息息相关的 就是我一直在讲的V型反转 V型反转到底什么意思呢 老师 那么V型反转的话呢 它跟导众反转是 一样的一个概念啊 那它的力道呢 就没有像导众反转那么强 那通常它是属于一个 连续性的一个 K线的一个形态 那通常的话呢 因为这是属于这个 教科书的一个版本啊 那我把它进化成呢 可能在底部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黑K棒 如果有留下一个长下影线 这样的话呢 这样这个 它的力道会更强势 你看它左右两边 是一个对称性的K线形态 对 在左边的话呢 黑K棒往下跌嘛 像这一波的话呢 很难得看到连续 9天的黑K棒 那现在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大盘的话 是连续7天的上涨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让大家来做一个 教学学习老师 对 你看是不是很标准的 从左边的话呢 就是连续下了一个崩跌嘛 对 你看到美股创新高 台股呢 到底什么回事 是不是得了不会长了病 一路跌跌不休 你看在底部的时候呢 出现什么 8月19号呢 出现一个波段的最大量 4,323亿 最大根的黑K 那大家都在卖股票 谁在买 当然 一定是 对股效影响育人 对 股市的赢家 所以老师 那个那根大黑K上面 是跟伴随着出现大量 代表有人在逢低接盘 是不是 应该可以讲说是 压低进货 你看就右边的话呢 你看是不是形成一个V型的一个反转 是 那通常V型反转的话呢 你要等到它涨回到原先的起跌点 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提前的事前的一个预测嘛 因为如果不能够预测未来的话呢 你都不晓得到底现在应该要做多还是说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我大胆的预测的大盘已经形成一个V型反转向上 好哦 这是我们今天9月1号的星期三的大盘 那大家已经很清楚看到这个V老师在最后面画上的虚线 所以老师是看好未来会V型反转一路直直往上升 会涨破之前的起跌点对不对 对那回到上张那个字卡好了 好 你看通常的话呢 你看在导动反转的话呢 那通常有这个向上的导动反转有跟向下的导动反转 可是V型反转呢只有什么往上 只有一种 不可能V型反转往下的就那个叫倒V 所以它是这个是属于什么 反转然后由空头转成多头的这个趋势 所以如果在那个大家在相对的低档啊 能够勇敢的做多 你看这个获利的幅度相当惊人 好仅有V型反转只有向上而已啦 只有做多而已 好来看到呢除了台股之外还有下一档是 登登登 老师台积电 台积电就是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呢 我有提醒各位不要去杀地 那当然我们那个节目是8月18号 你看后来呢8月19 8月20连续两天的往下敌 你看很经典 那个19 20那两天应该在厕所骂老师 说老师你说的都不准 就是通常大家很恐慌很悲观的时候 就是绝佳进场时期 你看刚好就在最低点8月20号 出现波段的最大量45614张 是不是很经典 然后大家如果说知道 哦这边会一个呈现个V型反转 哦当天的话呢全力的做多买好买满那不得了 你看一路就往上狂飙了 到今天的话呢收完价格是613 好所以台积电呢就是非常的标准的符合V型反转 甚至它比台股还要领先呢 对那我认为台积电是属于一个领头一样 台积电能够创新高 联电也创新高 我觉得台股后市呢是颇值得期待的 老师你好棒你好会给投资人希望 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老师上次来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聊到了头肩顶以及头肩底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老师 那大家都希望是抄底嘛对不对 所以左边我们就不用看 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底部反转相当的形态 对帮大家做个复习啊 你看右边部分S就是shoulder 对H就是head头 然后你看左肩头部右肩 你想想看一个底部哦 经过三次的淬炼 而且你看注意那个头部哦 它是往下做一个什么跌破 这叫做什么很厉害的一种洗盘的模式 洗谁啊洗散户啊 洗散户看到破底哇不得了赶快卖哦 啊卖的话被谁接走 但是被主力大户公司大户东接走 或是三大法的嘛 老师所以那个最右边的那个头肩底的部分 那个H就是俗称的阿呆股吗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了 卖了之后股票就一路往上了啊对不对 对其实你就看我上次教给各位 就是说当他在这个颈线的位置啊 能够带量突破 那是绝佳的进场时机 也是安全的买点 带量突破 所以老师看到这一边的话 您有几个要注意的点 再帮我们复习一下 好我觉得其实啊股票啊 你不要说想要 这个买最低啊卖最高啊 我觉得真正啊 有价值的买点就是二 带量突破颈线位置的时候 是绝佳的进场时机 你买在一啊有这个风险 为什么有可能会继续的破底 那当然换在三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说可能你觉得买太少 通常可能 刚突破转强 雨以巴 有的人不喜欢追高啊 对不对 趁着拉回的时候呢 第二次买进 你看后来的股价的话呢 就会那种跌创新高 所以买在一最好了 对不对 买在二比较安全 二比较好 二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突破了 颈线的地方 好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呢 请老师带来的这个范例 要来跟大家看看 是类比科 好其实这个是非常贴近于盘面的 尤其是这个第一档的类比科 它是属于这个 做这个IC设计的一家公司 它的产品的话呢 是电源管理IC跟类比IC 你看今天9月1号的话呢 刚好是带量突破颈线的位置 很清楚对不对 放这个在底部爆出一个大量 对 然后你看它第二季的EPS呢 是1.21元 是 这个Y.Y.Y.就是年成长率呢 是656个percent 是 成长六倍 你看这个公司 很夸张 它是属于党被错杀的基额个股 而且它跟这个母公司的话呢 这个智新的话呢 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我认为的话呢 这个母医子柜啊 我相信呢 类比科先往前冲 的话呢 也会带动它的母公司 好 而且老师 它那个突破颈线的地方 真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带量突破 对 因为下面的成交量也是很大 老师我帮我们画起来 因为突破转强你去买好处是什么 属于一个影像控制IC 那它的一个竞争对手 是相当的有限 当然的话你看 它是提早一天 在昨天的时候呢 在这个8月31号的话呢 是带量突破颈线的位置 那一样就是说 在半年报里面的话呢 因为通常 我们从半年报的话呢 可以推估在第二季的获利嘛 因为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公布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那很简单 那你就从这个半年报 减掉第一季的获利 上次有交给各位 是 你看第二季的单季的获利1.22元 YOY年长效率是165% 是 换句话说呢 其实我会帮各位做解析的股票的话呢 都是第一个 股价明显什么 上扬 被错杀 被错杀 具有投资价值 那第二个的话呢 都是属于第二季财报呢 相当不错 可能第三季第四季呢 还会逐继成长的基础个股 OK 而且我刚刚说被上扬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最后面老师 他也是带量突破极限 对 就刚好在昨天转强 好 好 这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沿通 下面一档呢 只是安国 那么安国的话呢 一样是属于IC设计的族群 其实我今天 特别介绍这三个五个样呢 都是属于上柜的一个 GEO的电子IC设计的一个个股 那他是做这个NameFlash的一个控制IC 还有这个固态硬碟 对 那么一样是在昨天呢 你注意看呢 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攻击量 带量突破这个颈线的位置 那当然今天的话呢 持续补量往上攻 那也不建议各位去追 可以趁着他拉回量 所有的时候呢 去做个布局 那一样他你看第二季的EPS呢 也是超过一块哦 1.14元 比第一季成长58个percent OK 好 所以呢以上呢 是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讲到的 头肩底的一个交战守则 老师最后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好 在做这个头肩底的交战守则的时候呢 除了自己要绘画景线 绘画看趋势 还有没有哪一项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股票市场的话呢 就是买强空弱 去买强势的个股 你不要说有的股票 哇这个很便宜哦 打对折打三折 结果打到骨折 你越买越便宜表示 它的趋势往下 就比如说面板族群 或者说 其实我一直不是这么看好这个货柜三雄 那不晓得为什么 投资朋友就是很热爱这个 长龙 阳明 旺海 趋势很明显是往下的话呢 你就不要把资金浪败在那边 当然的话呢 大家都希望买在一个转折点嘛 那转折点的话呢 第一个 你要先看这个量的那个突破 因为量先价型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从这个形态学的话呢 去找寻到他刚刚转强的买点 OK 老师刚刚讲的那句我很喜欢叫做 买强空弱 强势股跟着他 你就可以一路向上涨了 好以上呢是 我们今天李建民老师带来的当年内容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也非常谢谢李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来看一下今天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第一题呢 先来看到的是 叶欣跟叶辉还能够续报吗 钢铁股老师怎么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叶欣 那么当然钢铁股的话呢 是之前受惠于这个 属于美国的一个基础建设 因为高达这个两兆多的一个 这个预算案啊 正式的过关 参议院过关 可是大家就想哦 这个题材是不是很早就你知道 是吗对不对 极建讲好久了 所以已经充分反映 他这个未来的一个庞大的商机 对 那么当然话呢 我们会从这个技术 技术面呢去 猜测说 他到底还有没有 续墙的一个力道 那我们看今天的夜星的话呢 今天虽然是继续的创下 进行的一个新高 你看他量能是明显不够的 对 而且留一个长的上限 所以我会建议呢 如果在明天或是后天啊 如果继续往上冲高 然后呢 那一样是这个量能 没办法有需要放大的话呢 我会建议啊 至少你先这个获利 卖出一半的一个持股 OK 好 就是夜星 下一档是夜辉 好 那么夜辉的话呢 他的一个技术现行呢 就比夜星来的弱势 好明显哦 对 你看今天收盘价格 已经连续四天了 四个交易日呢 都没有再状新高了 横盘整理哦 对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 以他今天这种 比较弱势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再加上外资的话呢 今天好像也是有站在卖方 所以我会建议 那这样的这个持股的话呢 会建议啊 把它卖出 然后呢 转到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个 可能是电子IC设计的族群 好 下一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会员KY有机会可以回前高吗 老师散装航运 一定不会错过会员KY的 您怎么看呢 今天出现了一根 倒 可以 对 其实航运股的部分啊 通常在华尔街的一个定论啊 就是说 从高档 回落超过两成的话呢 这个就表示什么 已经不是一个 组身段的一个行情 你看这个货位三选的话呢 这一波的跌幅呢 都超过四成五成了 对不对 所以散装航运 没有错 你看到BDI的指数呢 持续的走高 可是呢 技术线型会领先告诉各位 为什么那今天呢 他今天是出现一个 长亨K棒 而且是什么 跌破季线哦 对 季线是所谓的生命线 就是什么 中长多跟中长空的分水岭 是 那今天带量跌破的话呢 我就认为的话呢 不管他 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题材 或者说 更多的利多 那我们从技术面的话呢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他已经什么 走中空 那所以呢 我会建议 任何反弹的话呢 你要站在卖方 哦 好 下一题我们来看到的是 啊 这是我们中史粉丝的提问了 他说呢 这个散热风扇哦 见准的后续如何 真的很感谢我们粉丝朋友的支持啦 老师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见准 好 那么 这一档股票啊 就好像激热啊 实之忽畏 弃之可惜 老师你把点了一点信心 对 你看 从48.6呢 崩跌到36.1啊 都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 可是今天谈啦 谈啦 对 这一波反弹你注意看呢 也没有反弹超过一半哦 哎对啦 通常如果是属于一个强势反弹的话呢 会反弹 0.618 嗯 他连一半都没有突破 表示什么 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哦 当然没有错呢 他 还是手稳在这个 属于这个粉红色的一个 月线的一个支撑啊 嗯 那如果说是做中长级投资的话呢 你就观察这个月线呢 是不是能够手稳 嗯 那当然话呢 如果 这个 像我所做的预测呢 大盘是呈现一个V型反转的话呢 我还是会建议啊 嗯 你把资金做更有效的应用 不要浪费在这个 涨得很慢的这个牛皮股 老师你刚刚四个字再说一次 买买墙空落 对对对 但是我也不会建议放空啊 因为趋势很明显是往上 好 老师的回答 像我们的忠实粉丝呢 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啊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李建民老师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呢 老师还有更多标股的讯息 跟更多K线的教学 都在他的Liant跟Teregram当中 请大家呢 可以加入荧幕上面 李建民老师 Liant跟Teregram 都多的跟他来做交流跟互动 请大家呢 千万不要错过 同时如果你喜欢股市的炒店的话呢 也请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还记得吗 我们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分享给大家的 周末的标股啊 其中呢 红阳KY跟世新KY 尤其是世新KY 很厉害 今天涨幅已经超过5%了 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呢 总体呢 已经呢 从666涨到737了喔 后市还很值得期待 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股市的炒店 更多的标股讯息 都在里面 我们也非常谢谢李建民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呢 掌握获利的一个契机 好谢谢拜拜 拜拜